桃花源的门道 其实我相信读过中国古典文学的都知道桃花源是文人的甚至可以说中文的一个梦想 这个梦想一开始来自于关于仙境 仙境最早是蓬莱山岛 后来秦汉时的蓬莱山岛发现很难登陵很难找到 最后就有了桃花源一个人间的仙境 但是这个人间仙境居然发现其实是个梦 到今天为止还是中国人的梦想 于是有了营造原理 在一个人间的平地上用人工用艺术营造一个仙境 桃花源 所以桃花源的门道就是跟大家分享 如何用人工营造一个艺术的仙境的入门和道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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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石脾计 刚才黄教授所介绍的南石脾计其实是里原理 用南石脾计是因为在一条南石脾下照的原理 所以叫南石脾计只是因为脾计而在里 我们从一段简短的影像中来看一下南石脾计的风化 我们从一段简短的影像中来看一下南石脾计的风化 而是不赖俩об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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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